该来的终于来了,在俄罗斯一轮又一轮的猛烈攻势之下,乌克兰终于顶不住了,已经销声匿急一周的泽连斯基终于露面了,在接受外媒的采访当中,泽连斯基对外表态,乌克兰不再要求俄乌之间,必须要回到1991年之前的边界,俄乌之间也可以进行和平谈判,这真是早至如此,何必当初,在错失了一个又一个和谈机会之后, 如今的泽连斯基终于开始认清现实,再次喊话和俄罗斯进行和谈了,在喊话俄罗斯进行和谈的同时,泽连斯基更是直接对美国喊话,承认如今的乌克兰已经弹尽两绝,而俄罗斯极有可能在5到6月发起全面总共行动,如果美国再不出手相救,乌克兰必败无疑,在美国国会相互扯皮,已经不愿意提供更多军事援助的情况下, 北约也不敢和俄罗斯在乌克兰正面下场展开讹战,尤其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连许多天的混合打击之下,泽连斯基终于认清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如今的乌克兰已经没有和俄罗斯谈判的本钱了,此前表态强硬声称绝不和谈的泽连斯基,也不得不再次喊话俄罗斯进行和谈了,并且不再坚持此前提出的,一定要回到1991年边界这个前提条件。 同时也对要收回克里米亚这个条件,也闭口不提了,要知道想当初,泽连斯基可是打着,一定要收回克里米亚,这个旗号才上台的,如今不但克里米亚未能收回,反而再丢乌东四周。 如果战争持续下去,甚至连唯一的港口城市奥德萨,也可能被俄罗斯收入囊中,在俄罗斯破釜沉舟的攻势面前。 此前美国信誓旦旦,绝不让乌克兰孤军奋战的豪言壮语成了一句笑话。 同时乌克兰国内也是暗流涌动,尤其是乌克兰军方和泽连斯基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战争再打下去,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将彻底成为孤家寡人。 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之下,泽连斯基终于又要喊话俄罗斯进行和谈了,还记得俄乌开战之初,俄罗斯大军兵临基辅城下之时,泽连斯基立即抛出和谈条件,并且声称只要俄罗斯退兵,就可以签署不加入北约的协议。 但是没想到泽连斯基却玩了一出缓兵之际,在俄罗斯大军退却之后,泽连斯基随即翻脸,再加上美国和北约紧急为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让乌克兰又缓过来一口气。 俄罗斯已经错失速战速决的良机,也让这场俄乌战争拖入到漫长的加势赛当中,致使双方都为此损失惨重。 莫斯科恐怖袭击事件爆发之后,俄罗斯终于放弃了所有的幻想,对乌克兰展开了狂风暴雨式的打击行动,并且直接对北约多个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和雇佣兵基地发起狂轰乱炸。 不惜和北约在乌克兰直接刀兵相见,在俄罗斯由特别军事行动升级为全面战争之后,俄罗斯也同时对乌克兰国内的能源交通,以及军事决策中心展开打击行动。 此前乌克兰国土安全部大楼,已经遭到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的定点打击,今天哈尔科夫一重要电站也遭到了定点打击,致使哈尔科夫40%陷入停电之中, 并且将斩首的目标直接指向了泽连斯基。 这也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在释放重磅信号,随着俄乌局势的急转之下,再加上在武器弹药已经耗尽,急需北约支援的情况下,终于让泽连斯基感到怕了。 但是在一次又一次被乌克兰忽悠的俄罗斯,还会再次选择相信泽连斯基吗? 在这即便是泽连斯基想投降停战,但是其幕后的美国会同意吗? 或许在这一次的表态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的残酷,以及政治权谋的潜移默化,曾经泽连斯基像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承诺要把乌克兰的领土收回来,但现实或许也意识到,维持一种高调的立场并不总能带来理想的结果。 一是懂王特朗普可能再次上台,在俄乌冲突中,美国一直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无论在财政上还是在军事上,拜登政府的支持,让乌克兰得以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的关注,使极能够更加自信的与俄罗斯周旋。 然而随着当前美国的政治形势变得扑朔迷离,大选的摇摆不定,导致乌克兰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让泽连斯基感到了担忧,特朗普的政治主张和外交政策与拜登政府迥然不同,如果特朗普再次上台,美国可能会重新调整对外政策,包括对乌克兰的态度,支持肯定会减少,甚至彻底中断,这对乌克兰而言将是一场灾难。 泽连斯基清楚地意识到,如果特朗普回归,美国将不再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盟友,而乌克兰将无法再通过外部支持,来维持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因为从董王的态度不难看出,美国没有义务去帮扶北约,所以更别说乌克兰了,这并不是无稽之谈。 此前董王特朗普在英国电视频道上的一次采访中,不仅重申了他对北约的坚定不一的支持,同时也附带了一个小小的条件。 只要欧洲国家按时缴纳北约会费,美国就会百分百继续在北约中扮演其重要角色,这就好比是在说,我们完全支持这段关系,只要你支付足够的费用,别说支付费用了,没有外援,乌克兰国家机器早就停摆了,美国态度如果很特朗普,乌克兰将面临着经济崩溃和国防力量的严重削弱,况且俄罗斯在冲突中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 如果失去外部支援,其将更加难以与俄罗斯抗衡,因此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不利局面,泽连斯基或许不得不调整其对俄罗斯的态度,以期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寻求更多的生存空间,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与俄罗斯进行谈判,以寻求和平解决冲突,或者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来填补外部援助的空缺。 然而这些都将是艰难而复杂的任务,需要泽连斯基制定出明智的战略,并做出艰难的抉择。 二是战争让乌克兰损失惨重。 泽连斯基作为美国代理人战争的核心人物,他的决策直接影响着乌克兰人民的命运。 之前的选择使得乌克兰沦为了战争的牺牲品,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想重建家园,民众重新过上安稳的生活,就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停止敌对行动,展开对话和谈判,为和平的未来铺平道路。 只有通过和平解决冲突,才能给乌克兰人民带来真正的希望和幸福。 三是欧洲各国无法忍受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危害。 俄乌冲突不仅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造成了破坏,还给欧洲大陆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危害。 欧洲各国都深受俄乌冲突的煎熬,而且对此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 能源问题是欧洲在俄乌冲突中最为头疼的一个方面。 乌克兰作为能源过境国,其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欧洲的能源供应。 俄乌冲突导致了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欧洲各国面临着能源供应中断的风险,这已经引发了能源危机,给欧洲经济和民生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此外,北溪一号管道的被炸,更是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的能源焦虑,给欧洲各国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因此他们不希望看到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这只会给欧洲大陆带来更多的混乱。 特别是他们也不希望看到乌克兰作为美国的代理人,一位卖惨,给欧洲大陆带来更多的麻烦和负担。 因此欧洲各国迫切希望通过和谈解决俄乌冲突,恢复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他们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重新回到谈判桌上,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为欧洲的和平与繁荣开辟道路。 似是泽连斯基迟来的觉悟,当局势越发紧张,国内外压力逐渐增大,泽连斯基终于不得不放下身段,低下头来与俄罗斯谈判了。 无论如何,泽连斯基的这一决定,至少给了乌克兰一个喘息的机会,也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在政治舞台上,盲目的英雄主义只会带来灾难,希望今后的谈判能够顺利进行,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稳定,让民众不再为战争而受苦。